《心臟衰竭》 其實心臟衰竭是指心的功能出現問題 心的功能是指泵的功能 心是泵血去全身不同的器官 供應血液、營養等等 所以心臟衰竭是指心做不到這個功能 就是泵血供應不到腦部 或者是其他器官 所以通常病人都會覺得不同程度的不舒服 譬如覺得氣速 因為泵血的時候心不夠力 也可能有些血液不能回流回心臟 所以會造成不同地方的腫 肺如果有積水腫 會有氣速、腳會腫、腹部會腫 甚至臉部或其他地方都會做 心臟衰竭的原因其實是很多的 心本身自己的肌肉 心臟蜂靠肌肉夠力 所以其中一些原因 譬如心臟自己的血管塞座 我們叫觀心病 甚至是心肌梗塞 另外可能是心肌肉出現一些問題 譬如以前有些菌入心臟 或者心肌炎 大家現在經常聽 心肌炎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又或者說一些先天性的遺傳性 譬如心肌的肥厚症 腸液血壓高等等 譬如說心亂跳 亂跳可能會導致心的血液流動得不好 可以分兩類 如果說一般收縮型 就是心肌肉的泵力不夠 譬如我們說正常的心 每一下泵血 如果是一個收縮型 即是它不夠力 可能每一下泵血的力是差一點 但有些情況 心泵血是夠力的 但心不懂得放鬆 因為心臟主要有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泵血 泵完之後就懂得放鬆 其實好像人一樣 人工作完之後都要休息 所以它不懂得放鬆 血不能夠回到心臟裡 其實都是問題 所以它下一次的泵血就不夠泵出去 亦有些血回不了 所以這兩個功能都重要 如果說舒張營病人 我們說它的泵血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它可能有些不同的原因之下 它放鬆放鬆不到 那原來這個情況 一般我們常常都以為 那當然沒有收縮型那麼差 因為收縮型 泵血的力是好的 但我們發覺原來很多病人 這兩類病人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發覺其實他們的嚴重性是差不多的 他們說可能長遠過死亡率 或者說因為心臟病的緣故 可能復發等等 其實兩者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兩者都要好好的去治療 通常我們比較多治療 是幫助收縮型的心衰竭 即是說心不夠力去幫忙 我們有不同的藥物 主要都發覺對收縮型的心衰竭 是有用的 可能說一些護心藥 一些去水藥 或者叫利尿藥 或者一些儀器 其實都發覺有不同的研究 都發覺是有幫助 但是反過來 剛才也說了 就說舒章型的心衰竭 其實都是嚴重的 但是我們發覺 用一些對付收縮型 即心不夠力 泵血病人的藥物 原來在舒章型的 是沒有什麼用的 我們同樣做過一些研究 發覺病人仍然會入院 仍然會有機會 因為心衰竭的緣故 而死亡等等 以往一直以來 不是很多藥物 是真的可以幫助病人 除了某些去水藥等等 可以去治療到的徵象 但是長遠都改善不到 其實我們科學研究 一直都希望去針對 這班的病人有些治療 但是一直以來 剛才也有提到 其實每一個藥物 可以幫助收縮型的心臟衰竭的病人 但是發覺去到舒章型就沒有用 直至近來可能有一些藥物 例如SGLT2 一些抑制劑 對於收縮型的心臟衰竭是有用的 然後研究再做在舒章型的病人 發覺一些大型的研究 發覺都是有用的 可以減低病人 因為心臟衰竭而需要入院 即是心臟衰竭復發的情況 我們其實很鼓舞 因為都不容易找到一些藥物有幫助 所以對這部份的病人來說 真的是一個福音 其實絕大多數的心臟衰竭患者 尤其是一些舒章型的心臟衰竭患者 其實都適合的 因為它的作用就是 其實這藥本身就是一種糖尿藥 起初的 但我們發覺原來你沒有糖尿 原來都可以吃 亦都不會有一些低血糖的副作用 第一個安全性是有保證 第二就是 它以往一些心臟衰竭的藥物 其實比較多會影響血壓 因為它都會降血壓 而這隻藥本身也不會影響血壓 所以很多心臟衰竭的病人 就算血壓比較低 其實吃了一隻藥也是安全的 除了某些人 可能是腎的功能 比較去到很差 一些腎臟衰竭的病人 可能我們就要考慮是否可以用 我想一般我們要看它的成因 看它本身會不會是因為冠心病 因為血壓高 因為其他的情況 心臟不整等等 它要醫治本身的病本身 要控制得好 才可以減低心衰竭的病法和惡法 第二當然要吃藥 這是重要的 有些藥物吃了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有些病人以為沒有東西 不用吃 但其實很多藥物 其實是在改善心臟功能 我們所謂的護心 有些藥物就減低腹發 所以是要醫足醫生的分配去吃 如果有什麼不舒服 就跟醫生溝通 除了這些治療之外 我想其實一般我們的藥物 都一定會包括某些 例如是一些利療藥 即所謂俗語的去水藥 所以病人本身就不能夠喝太多水 其中一個最常病人的一些誤解 就是每天要喝8杯水 才是健康的 但這只是可以適用於一般的市民 如果它有心衰竭 其實它很容易積碎 它如果攝取那麼多的水 其實跟那些藥 剛剛中和了那些藥的效用 那就沒有意思 所以可能它只是每天只適合喝 可能我們說1公升或1.2公升的水 這樣的話就會幫到病症控制 同樣也不能夠吃得太鹹 吃得太鹹也會容易汲水 除了飲食之外 其實適量的運動也好 有些病人經常都害怕 心裡沒有力氣 怎麼做運動呢 漸漸減減少了很多活動 其實對身體是一點都不好的 我們很多研究發覺 就算你是心衰竭 其實你做適量 你可以承受它的運動 其實對心和身體都是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